大家好 我是方姐 今天收 从乡下收古董回来了 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历一时间分享一下我今天的收获 这里收了一对 这个是个 祭祀运的 应该是祭祀运的 一对白瓷的四方 不是四方针 还是四方什么东西 你看一下这个上面的开片 就是大的大开片的 很漂亮 很自然的 这个叠叠 这个收摇也是收摇一种根异 这是手根的 都是手根的 这个也是属于生呆的一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点点的摇捏 但是这是属于正常的 这个也是有点摇捏 它没有捏到这个地方来 是里面稍微要稍微留下来的 下面的话还有款 这个 很根整 这个字 很有劲的那一种 高的话应该有 二十多 接近三十公分高了 看一下肚子里面 也没有开捏 没有那个毛病 没有什么毛病 如果收到一对 本来 一 瓷的话是一方 顶十元 像这个一样一对 更加是比较稀少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一对 跟你差不多 也是四方的 然后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款的话就磨损得很严重 没有 有一点隐约的看得到 不是很清晰了 整体没有任何的毛病 这一对还是非常难得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青铜的三个印章 这前面这条鸟是 树那个切捏龟 乌龟就是代表着长树的寓意 下面的字呢 是也是刻的很清晰 保存的蛮好的 这个小小的印章 应该是名人的 再看一下这一个龟 这个字是生雕 更加好保存的 青鸟龟的形状 这都是一副人家家里面 收出来的 不知道他家里面 以前是干什么的 一起就一下就收出来 这么多三个 这个是五戒套的 这个上面刚才雕的 这个也是一个印章 小小的 我们把这个五戒套先 除出来 这个大的 然后小一点的 再小一点的 再小一点的 一起是五个 它也这个下面也有 这个名 举人留下来的字的 这个龟 硬 龟硬的话也是青铜 然后上面 这个里面 到处都是有一包 这个整共五个 上面都是 还是有一包的 这上面呢 也有龟纹 这个乌龟 硬 还有龟纹 接着装一下 都可以套进去的 然后再可以 最后就是套这个 都是名家印章 保存消多的完整 好了 今天就一个人说了 这些东西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